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皇是福西 神龙和皇帝 福西被称为人文始祖 它的主要贡献是教人们劫王打猎 那劫王打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远古时期 原始人们主要靠打猎为生 但是每当原始人们去打猎的时候 他们总是心惊胆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远古时期 人们在食物链中不算最顶端 因为就算你人们会跑 能比豹子跑得快吗 没有吧 你长得高 能有长领路长得高吗 你有强壮 你有狮子老虎强壮吗 所以在远古时期 人们想吃饭 其实是一些很危险的事 但是自从福西发霉了网之后 就不一样了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远古时期 你想追一只兔子 你只能扔个石头啊 或者射支箭 但是呢 成功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但是有了网之后 人们就可以在两棵树之间 织一张网 然后人们追赶着一只兔子 把它引到网里来 这样它就会被网缠住四肢 动弹不得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吃掉了 而且福西还有一个 非常大非常大的贡献 就是它发展出了畜牧业的处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你抓了一只兔子之后 你把它缠在网里 有可能这只兔子还没有死 它只是被网缠住了 动弹不得最后轰过去了 但是呢 如果你抓的兔子足够多了 你可以先不吃它们 你造一个圈 把它给养起来 隔天你再去抓一只兔子 然后它们俩 一结婚 生子就生出来一只 又生出来一只小兔子来 这样就可能越吃越多 永远都吃不完了 所以福西被列为三皇之列 也是非常公平的 那三字经认为第二个人叫神农 神农大家当然都很熟悉了 神农长白草嘛 它相传神农一夜长变七十毒 就是它一天能长变七十种毒药 它呢有两个袋子 一个袋子里装着好药 能治病的药 一个袋子里装着毒药 就是你吃完之后 你都很能死的药 就这样过了好多年 它医治了很多位病人 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位病人 这位病人的解药 是在一个特别光滑的山顶上 猿猴都很难爬上去 但是神农非常的聪明 他发明了一种架子 叫神农架 他爬了这个架子 攀到山顶 把药采了下来 治好了病人 但是人们说 人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有一天神农尝到了一种 剧毒的毒药 这种毒药叫做断肠草 还没等 但是这种毒药的毒性非常的大 还过不了多长时间 你吃完这个药之后 你的肠子胃就会断了 你就死掉了 神农还没等到 他拿出解药 断肠草的毒性就发作了 他就死掉了 唉 多么可悲呀 那第三位是谁呢 第三位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皇帝 炎黄子孙 就是从这个词里衍生出来的 这个皇帝虽然没有非常非常特殊的贡献 他虽然没有结枉 虽然没有尝变草药 但是呢 他有非常大的团结能力 他有凝聚力 他能把他身边的人 都凝聚团结起来 让大家一起干一件非常大的事 很多不起眼 我们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 但是还非常有用的事 都是他发明出来的 比如说 造车 造车 造船 等等等等 他的好处就让大家一块干 比如说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臣 叫做苍杰 苍杰相传 那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眼珠 两个眼睛里就有四个眼珠 他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了不起的发明 就是苍杰造字 他把中国字给造出来了 而且他的夫人发明了衣服 就是用残土的丝来支撑衣服 可见在皇帝没出生之前 原始人都是光着屁股满街跑的 这样在三字经里的三位皇帝就说完了 那我一开头就说过 他是有争论的 别人还有说过 也还有其他说法 比如说 碎人士 碎人士 转目取虎 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 他就是这个典故说的就是碎人士 还有女娲 女娲代表叫 女娲造人 女娲补天 但是各位观众们 大可不必 你争来我争去 大家都需要蒙美一点 这些有用的 伟大的发明 肯定都是老百姓们一起发明出来的 不可能是某个人 他那么很厉害 很聪明发明出来的这些 那为什么会有三皇五帝呢 这其实只是老百姓们的一个寄托 是一个象征 好的 到这里 三皇的故事就说完了 在下一期里 我会再跟大家说一说五帝的故事 如果 你还想继续听的话 继续看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